昨天是911恐怖袭击美国19周年 在这一天时间我在中国大陆监狱 在饭厅电视上看到美国受攻击 美国受攻击的时候 下面的中国人 下面的犯人 还有包括狱警 就是监狱里边的警察 他们是一片欢呼 说美国被攻击了 说美国被炸了 美国完了 这就是中国人 那么在49年以后的今天 49年以后的今天 中国人在网上是什么概念呢 在网上仍然是一片欢呼 希望美国贴贴911 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是由来已久 共产党宣传美国是中国人的敌人 是几十年 几十年来如一日 准备准备跟美国打仗 准备攻击美国 那在2020年 就是今年 中国对美国发动细菌战争 攻击美国